主席,麻烦请内政部次长 内政部次长贝巡 曾中明先生 市长,今天我们一直在谈霸凌 那你觉不觉得蔡英文有在对你们霸凌 她要提当选无效之素 你觉得她有没有对你们霸凌 到底她是用哪一方面霸凌 关系霸凌或语言霸凌 或是强势霸凌 当选无效之素 应该那个被告是当选人 也就是比如说蔡英文要提出 她应该是朱立伦 那在当选无效之素里面的一个诉讼里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选举是票数不符 原来的票数 或是有意义让整个的选举 造成当选人或是落选人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这种情况 种种情况朱立伦都没有啊 也没有这个票数不符合 也没有当天晚上因为朱立伦个人的关系而影响到选情 也没有因为在现场什么样的情况影响到投票 那这样的话她要提当选无效之素 跟她一个多月前说她承认这样的选举结果 她也不会提出当选无效 因为她不想制造社会对立 事隔一个月 人家说吃死骨半个月的环境 她吃得慢一个月的环境 所以现在要提当选无效之素 来 你说两句话多少 跟委員报告 因为这一个部分啊 倒说就是看依法令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那你你个人会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不敢说 因为我今天还没有看那个 这很大理啊 你今天没看 现在给你看 没有啦 你别说你今天是厨房了 你是个普通人 刚开票完之后 她说她承认这样的选举结果 我告诉你啦 答案就是为了2012的总统大选 她就是因为要抢2012民进党的一个入门票 总统候选人的入门票 所以现在要来扰乱整个社会安宁 要扰乱让你们司法 让你们内政中选会各方面 大家都全部乱成一团 那她以为1126是跟319一样 319是两颗假子弹假受伤真受益 1126是一个跟选举无关的人 只是好心去服选 而她是服大命大 九死一生 此地逃生 今天才能够 还有这样的一个生命 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出来见人 这完全不同 当时319枪击案之后 张俊雄还行使一个自创的行政抵抗权 而让当时的内政部长苏家全 当所有的人 真相调查委员会要去调查的时候 宣桌子 整个比土匪还土匪比强盗还强盗的这种抵制方式 而现在他们自己要成立1126的真相调查委员会 如果今天真的1126真相调查委员会要成立的话 为何319监察院认为说应该要让他进入真相调查 而为何在立法院民建党用程序委员会用杯葛用院会已经把他回党七次 所以这就是两面守法 这就是政治的一个异谋 胜于一切 凌驾一切 霸凌一切 对不对 我们谢谢文子教 我讲话 你有听你吗 我给你说这就是霸凌 所以 上梁不振下梁歪 如果看了民建党这样 说实在 那些孩子自己有油看油没油自己想 小人头盆不大人头盆不 他小人的时候 他觉得这样做没什么 大人就变大尾了 那又下场 上头有一点麦模範让他看 好啦我怎么问你还是谢谢我指教而已 不然你叫上梁局长 你也能坐 林局长北巡 市长 为什么今天不想问部长 第一个在报章媒体看到部长的用心用力已经非常多 劳心劳力日以继夜的在为霸凌事件 在付出 但是得不到我们委员的片面的肯定 没有人去看 有什么警察 大家都知道八条国中的欧盟就是霸凌事件的发生地 为何你们都不知道 你不要谢谢我指教而已哦 你要真实的说哦 他这个整个现场因为那个我现在没有在现场去 没有啦我告诉你你生是生金也生假啦 那个当然当然是依照我们那个 你生金也生假啦 校园安全 那个支援协定 纸上谈兵嘛 你今天一天到晚大家都要骂教育部 说教育不好就是教育部的责任 教育不好就就全部是校园的责任 你要知道校园之外才是真正霸凌的所在地 你们的校园外面八条国中没有在学校党老师 没有在学校党学生 结果他们在后门外 后面那些都开始在那个所在 五楼碧楼 都全部都在那儿 你们这里还收得很好看 你看 你看建构学生安心走廊清查局地校园周边五百公尺内 容易引诱青少年犯罪的场所 来收管建党列管 拜託 并对学生上下学生下校才好看 这个你们做不 你们没做所有发生的事情 全部都麻烈教育部去 都麻烈老师去 这样对 你教育也要负担保了这些人 我个委员报告 那个就是我们警方跟学校 依照我们那个教育部跟警政署 列治部警政署 这个发平台的会议 我们有建立一个维护校园安全 一个资源的协定书 这个协定书是由地区的分局跟警 跟校园来签订 回去 签订里面 能不能比较 告诉你们警战署下去管辖的警察 认证一点 不要只上谈兵 不要光说不练 不要只有这样写的洋洋沙沙好看而已 警察的巡逻当然是有他的一个巡逻 巡逻都巡逻的啦 那个时间 选举期间 我也算是危险人物 所以有时候去温刀给他巡逻啦 结果我就问你 你在这乘乘 他说没有啊 巡逻啊 签个名啊 我说你签那些人 郭树春 说你敢看不赖他了 那就是我啦 我给你问的啦 不是嘛 你签嫁不赖嘛 你要做真的嘛 对不对 我告诉郭树春很安全啦 他生得很安全 你不必签 他说没有啦 顶头说要签 就这样子 你签算的嘛 签假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你们要做 你们警力已经不多了 你们要做就要做真的 要做就要做 真的实在看得到成绩 要做教育部的后盾 要让他们觉得 校园内他们管得好 只要出校门 你们能够协助 这个霸凌事件 不是大家教育部问题而已 没有错 这个内政部跟 那个法务部 跟你们所有的都有关系 夸部会的责任 结果现在所有订阅都 订阅教育部来 这样还没办理 不是那个校园 他有一个自治的 那个军事 我们是要尊重他的 校园周边的安全 当然我们跟校园 我都不用说 你现在这条你把我做好 保持练习 你现在这条你把我做好 要再两次一遍 让你听不懂 你知道吗 这个加强巡逻 你现在有看过吗 当然有 这个在这里 这个学定是当然事 我问你 你这条我做好就好 是的 校园外面五百公尺 你们要配合住区警察 要加强巡逻 学生上下课 你们80事件 都在这个时候发生 是的 这我们会加强要求 所以 这一点你们只要做得好 教育部就轻松很多了 是的 也不用说 国中小学过一片 什么军训 改法令 不需要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 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得好 是的 我们应该做到 无霸凌 而不是在反霸凌 反霸凌就表示 有一股恶势力在 另外一股人 在斜斗阵 斗斜在互相在斗 看是 总教人死 还是思念 文死 就是病床 在小变而已 黑道变黑道 所以不应该是反霸凌 而是无霸凌 那无霸凌 一旦霸凌事件发生 后面很多问题 要你们来处理 所以也不是只有少年法 只有把他这个怎么少年法庭 什么这些都能解决 也希望你们在预防上面 能够多做 是的 我们会跟学校 完全来配合 好请回 谢谢 我请法务部的主秘 听说主秘也是检察官 请法务部主秘被询 宋国月检察官 好 主秘好 你担任检察官 是不是 是 好 那我要请教你 你们现在在少年 看所所那监狱院里面那些年轻人 他们有没有去做过调查 他在还没有真正犯罪杀人放火或是抢劫之前 他们有没有在学校曾经是霸凌的人 报告委员 这个少年犯罪 就是14岁到18岁 警察移送 首先是在少年法庭在处理 是 少年法庭是他第一官在处理 处理以后 调查以后 认为有这个犯罪 最新本型 五年以上的 才移送那个检察官侦办 好 那我现在要问的就是五年以上就是重罪的人 当罪的人 这的人就是说 是不是要去看 像我刚才说的 小的时候可能是在学校 他是一个霸凌别人的人 而学校也不管 他认为你学校囊我没办法 他认为说家长也不管我 我也没有爸爸骂爱 没有妈妈疼 可能到最后自我放弃 以致呢 去伤害别人 越做越大尾 跟小尾病之后 五年以上这种重刑犯有可能啊 所以我意思是说 你们有没有去了解过 这些孩子 当时他们犯罪的动机 跟他一路走来的过程 你们在感化的过程 你们在矫正的过程 你们真正去深入了解啊 这些可以给教育部 可以给其他单位一个很好的教本 一个很好的教材啊 包围他那个 有没有这方面我想应该是没有做相关的统计 因为我们只有做前科 像你发生的那些关系就好了 前科的一些调查 不是啦 那这样好不好 我给你一个功课可以吗 是 你回去了解 你不需要告诉我说哪一个人是哪一个 你们回去帮我们了解一下 那些重刑犯 也就是青少年这些重刑犯 这些比较重要 比较严重的 他们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整个的一个成长过程 可以给我们在所谓 港化教育跟反霸凌的 教育当中做一个很好的省思 跟很好的教材 可以当于做这个调查 我们尽量来做这个调查 我一直在推广品德教育 品德教育也就是做根 从根做起 一个孩子如果家庭得到温暖 从根做起 他一定不会是霸凌的人 好谢谢